下一站觀塘 下一站觀塘 next station 觀塘 如果你問我觀塘的感覺 我會覺得很像德國的柏林 就是那種亂中有序 很有創意 很有活力 其實很適合藝術的發展 和文化發展的土壤 而怎樣為之可以將它融合 我覺得最重要是不要讓傳統的字 框住了自己 我叫盧君亮Andy 我是TES Crew的舞團經理 我是導致星阿星 我是TES Crew的其中一個主義團藝術家 大約是十三年前 TES Crew就在觀塘道開了一間工作室 主力教一些體操 我就嘗試一下接觸這項運動 然後就發現很好玩 於是我就愛上了 然後就慢慢跟他們一路去練習 直至到他們有一次 你有沒有興趣參與我們的一些表演 就邀請我一起玩 就是這樣就開始了我加入TES Crew的經歷 至於我其實我很小的時候 因為一些聯校的活動 就認識了一些朋友 而他們剛好其實就是在觀塘那裡長大的 所以我就會跟他們一起 在觀塘找不同的東西吃 看看不同的有趣的東西 而剛好他們有幾個也住在樂華村 會帶我去他們成長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很小時候 就已經認識觀塘的一些經驗 如果你問我 觀塘的感覺 我會覺得好像德國的柏林 就是那種亂中有聚 很有創意 很有活力 其實很適合一個藝術的發展 和文化發展的土壤 我相信 因為可能我們都會有在觀塘的這個經驗 一定是影響到我們整個舞團 和我們每個人 怎樣去看藝術 還有怎樣將那種藝術的有機 和很彈性的東西 可以帶去全世界的地方 香港的文化本身就是 有新有舊 很多元 其實你很難去分 這個就是很東方的 這個就是很西方的 所以 而我們最大的實驗 就是把這個這麼多元的文化作品 帶去不同的地方 和不同的地方的觀眾 原來都溝通得很好 其中一個作品 就是叫做《舞龍舞斯》 就是我們基於一些傳統的一些技藝 然後再加以不同的元素 例如Beatboxing 例如一些翻騰的東西 一些舞蹈的東西 將它成為一個全新的作品 我自己本身就在中學的時候 就有接觸《舞斯》這個傳統文化 一直到現在 我發覺其實《舞斯》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聽起來好像很中式化 其實跟西式的著士樂 是很相似的 而怎樣為之 可以將它融合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 不要讓傳統的這個字 困住自己 在傳統武斯有一個動作 叫做《三聲轉七聲》 是用來做一個段落圓結的位置 我現在示範一點 就是會這樣 連同音樂節奏就是這樣 其實西方的著士樂的著士鼓 其實都可以配合剛剛那個中式的來鼓叉 但有時候我們表演的時候 不能夠帶一整套鼓過去 所以我們就會運用到Beatbox的技巧 我現在示範一點給大家看 剛剛那個動動動叉 如果用Beatbox的話就會 就是這樣去配合剛剛的動作 就會好像給大家感覺到 它在打傳統的鼓 但又有些西方的元素在裡面 就是這樣 我們其實2022和2023 都有帶舞龍老師過去愛丁堡藝水節 當中其中一個觀眾 就是來自塞爾維亞的一個 錄像電影導演 他看完我們的演出之後 就捉著我們說 我沒有見過這種類型的演出 很出色 很喜歡 他還說 你們一定會紅的 你們一定是全世界會很喜歡你們的 我們發現了香港的藝術作品 在國際的舞台上面 都有一個很重要和很好的位置 這是我們最開心看到的東西 我發覺在去過不同的地方表演的時候 我都遇到很多來自當地的香港人 他們來看完之後 他們都跟我們說 很感動 表演很好看 其實他們在外地也好 和香港的距離其實是很近的 那種感覺 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講 做表演是很好的 因為我們想把我們的訊息 帶給他們之外 他們亦都感受到 我們帶給他們的熱情 所以都很難忘的 我們其實就有搞一些小朋友的班 那怎樣可以吸引到他們 我們就會用一些比較具象化的東西 去介紹給家長和小朋友 例如是甚麼呢 例如怎樣可以成為一個英雄 怎樣可以做一個忍者 因為有時候可能跟他們說 我們會教他們怎樣在空中打空 或者怎樣可以令他們 學一些傳統拳腳功夫 可能家長都未必有這個概念 但我們只要用一些形象化的方法 讓他們知道 就可以令他們更加明白了解 其實他們做的東西 原來是跟那個東西有掛勾 Mindra 它的特性就是 他們很安靜 很厲害 沒有人知道它何時出現 沒有人知道它何時消失 家長聽到這一點 即刻開心 因為小朋友通常都會很活躍 在這個時候 究竟怎樣可以令他們 變得好像忍者那麽厲害呢 透過我們的課程裏面 就可以教識給小朋友 家長學會了 都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玩 另外我們亦都和 大埔的特殊學習需要的家長會 一起有些合作 他們都覺得 這個小忍者的概念 對於他們來說很新 但亦都很特別 同時間他們見到自己的小朋友 玩得很開心 很投入 所以想可以長期發展 我們亦都很開心 因為這個課程 可以給到一些 開心和快樂的環境 和能力 特色的小朋友 令到他們更加投入 成長得更加開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